美国研究组织新美国经济公布年度城市报告 评选美国最友善的移民城市由芝加哥夺得的首位 组织指出有很多中西部城市面对人口的流失 都积极地挽留劳动力 把移民政策纳入整体经济发展的规划 新美国经济的这项报告是根据语言政策 就业政策 制产率等51项指标 评估美国100个城市的移民整合情况 来制定本次排名 结果芝加哥成为最友善移民城市之首 加州丘拉维斯塔市 纽泽西州的泽西市及旧金山 分别位列第二至四名 芝加哥由五分之一人口为移民 一向以移民避风港自居 2016年 移民一共为芝加哥带来接近 170亿元美元的家庭收入和60亿元的税收 芝加哥有四分之一的本地购买力也有来自移民 新美国经济报告显示 芝加哥虽然和其他主要城市一样 可负担房屋 薪酬差距方面有待改善 但亦创造了包容的法律环境 又主动提出政策支援无证移民 即透过延缓遣返无证入境儿童计划留居的移民 芝加哥市长莱特福对芝加哥位列友善移民城市之手表示自豪 这次排名反映我们无数官员和地区人士 对工作的专注和热忱 他们聚集在一起 不论成本捍卫移民及难民社区的权益 除了芝加哥 克里夫兰 密尔瓦基 托莱多等中西部城市的移民整合情况 在过去一年有显著改善 中天中望 正立报道